我覺得人類如果沒有育兒的責任 我覺得人類的文明可以再更進步幾百年 你不覺得嗎 我有一個烏托邦的理論 OK 應該全世界所有人都是隔代教養 這個才是讓人類進步最快的方式 因為我們在就是二三十幾歲的時候 是頭腦跟體力最好的 對 我們應該要衝事業 我們的爸媽那個時候已經沒事幹了 他們沒事幹他們剛好可以帶下一代 然後等到我們退休之後 我們再帶他們的下一代 這樣我們社會才會進步的最快 那誰是帶第一次的 我們要轉型成一個這樣的社會 一定要有某一代特別辛苦 就是他們要帶兩次 那不如就從現在這一代開始 就從你爸爸這代開始 從我們這代開始 你們現在實際上外公外婆爺爺奶奶看到的超級愛 沒有 我原本以為會超愛然後一直來看 結果很意外的沒有 還好 對 他們有說什麼 可以不會你帶回來我幫你帶啊 沒有這樣子聯絡換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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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爸媽跟我岳父的反應都超好笑的 那時候在公布說我們懷孕了 我媽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不要帶喔 然後我岳父更扯 我岳父是因為他從以前到現在就一直在洗腦 我們說不要生小孩生小孩真的很累 超級前衛超級新時代的岳父 然後我遇到兩家很愛小朋友的那種 所以爸媽會想盡辦法要來帶 而且我爸媽他們就是周六都還不敢問喔 很怕給我們壓力 然後我們說這周六我們要約嗎 你不要來看小孩 瞬間回喔 瞬回 好好幾點可以過去 可是可以從你這邊就當一個實驗 隔代教養的開始 可是變成說我們現在有點被我們小孩請去勒索 我還是很想要看到我小孩啊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沒得救了 因為養過了 對 所以要推廣要從你還沒開始養的時候 就是剛剛不是說在醫院 然後抱過來沒有什麼感覺嗎 從那時候 對 那如果你的小孩說 爸爸跟外公比較喜歡誰 外公 他這樣你會崩嗎 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就是都是自己的親人嘛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史上最邪惡的問題耶 那個是每一個人社會化的開始耶 你比較喜歡爸爸還是媽媽 然後他想說 我比較喜歡媽媽 但我不敢講 社會化 兩個都喜歡 對 你主張 孩子希望他誠實嗎 問說爸爸 喜歡爸爸媽媽 他內心說是媽媽 就講出來 媽媽不要講兩個都喜歡這樣 類似這樣 誠實好啊 還是要誠實啦 誠實啦 誠實啦 那如果假設他比較喜歡我 我還是需要講媽媽 沒關係沒關係 你開心 你開心 啊 我懂了 社會化過的誠實 那就是不誠實 你被老闆抓去辦公室說 你這個週過得怎麼樣 你既然過得再 你又不敢講說 你這個辦公室爛死了 沒有辦法 就說我很好 謝謝老闆 你很讚 一定是這樣嗎 我們好像直接把誠實等於反社會了 是不是 對 那我不會再砸 我不用了 我不會再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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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再砸 我不會再砸 那我不會再砸 好想不容易 我會再砸 w